那我们要来关心的是 这一次的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在明天清晨 就会生成今年的第五号台风 杜苏瑞 而究竟它的路径会怎么样走 你可以看到各国的预测路径 大家都是不一样的 甚至在加拿大这条路径 是直接穿过台湾 那现在中央气象局就说了 基本上礼拜天就是一个相当的关键 如果太平洋高压比较弱的话 它的路径就会偏北 这个时候它就会比较靠近台湾了 那如果太平洋高压比较强的话 它的路径就会偏离台湾 但不论怎么样 基本上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 它的外围环流 还是会造成东部局部的短降雨 还有东南部也会有降雨的明显 那中央气象局也说了 这个台风预报基本上不确定性还很高 但是不排除会发布 害上台风警报 天有厚厚乌云 更有不测风云 因为即将形成的台风杜苏瑞 套路太多太难捉摸 菲律宾东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二十一号形成台风杜苏瑞 会不会影响台湾呢 国内外气象预测都不敢铁口直断 从它的前视路径图可以看到 它的可能误差范围非常广 上至台湾头下至菲律宾 气象专家推敲三种可能上瘾的剧本 第一种如果高压增强 杜苏瑞穿过菲律宾旅宋岛到南海 外围环流影响二十五号到二十七号 花冬和恒春半岛有明显风雨 第二种剧本呢 高压减弱 杜苏瑞快接近菲律宾时 就扭头一路往北走 切过台湾东南部 这影响台湾最关键 暴风圈最接近或登陆台湾 高压的变化洞见将冠 如果这个时候高压突然增强化 把它推到时间那就不好 要是更挨近台湾一点 有可能像二零一四年 蓝腰穿过台湾的中度台风麦德姆 台东长冰登陆彰化出海 日本对台湾最友善 擦过台湾东部外海就往冲绳去 对台湾影响小 不过要怎么走 还得看太平洋高压变强还是变弱 世界各国预估的路径也不一 红色是欧洲预测 跟美国海军的看法类似 都是从台湾南部掠过 美国国家环境预测中心 则是大幅度的北转 只有加拿大给出了路径 有可能直扑台湾而来 但台湾下星期 就会感受到山羽欲来 开始慢慢的明显起来 气象局认为星期天才会更明朗 杜苏睿会被扑向台湾家门口 华视新闻综合报导